伊拉克警方说首都巴格达星期二发生一系列汽车炸弹爆炸 至少101人丧生 182人受伤 其中三起爆炸相隔几分钟 一起爆炸的目标是巴格达市中心的一个繁华市场 另外两起爆炸发生在巴格达东部的内政部和劳工部附近 早些时候一名汽车自杀炸弹手在巴格达南部袭击了警察巡逻队 导致至少三名警察和一名平民丧生 星期二的一系列袭击是自十月底以来巴格达发生的最严重的爆炸袭击